大家好,欢迎观看生命静流频道 今天,继续为大家解读《道德经》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三十福,共以古,当其无,有车之用 山之以为弃,当其无,有弃之用 朗户有以为弑,当其无,有势之用 故有之以为力,无之以为用 白话文,三十根福条汇聚于中心的木环 因其中间是空的,这才赋予车轮其功用 团支陶土做成器皿,因其中间是空的 才使器皿有了其功用 开门凿窗,建造房屋,因其中间是空的 才有了房间的功用 因此,有给人提供便利,无让事物发挥它的功用 解析,本章的核心是有和无的关系 很显然,老子强调的重点在于无 他用了三个例子说明 虽然有形的物质显化了车轮,器具,和房屋 但是让它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还是那个无 这里的无,代表的是空间感 空间,代表无限的可能性 大到浩瀚宇宙,小到一粒原子 空间都是其中最大的存在 而物质性的存在只占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可谓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在2500年前,老子当然不能用宇宙和原子举例子 于是他用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三个事物 仔细想想,轮子的架构真的很奇妙 其中也蕴含道德玄机 王毕在《道德经》中说 古所以能统三十福者,无也 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一挂筒众也 车轮中心的原木圈之所以能统帅三十根福条 是因为它上面有空无的部分能够用来插轮轴和福条 因为它中空使其能接纳外物 所以能够自己统育那么多根福条 拓展一下,一个领导者如果学会虚怀弱骨 把自己到空,是不是就能更轻松地捅摔自己的部下呢? 要想制作可以盛装东西的器皿 那么这个器皿中间当然必须是空的 比如说,你见过石心的茶壶和杯子吗? 石心的东西经常被用来取消愚笨 比如鱼木脑袋 这是因为一旦一个东西被完全填满 那就没办法接纳任何新的事物了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死亡 相反,空心的东西却常用来形容聪慧 比如讲一个人有蹊跷玲珑心 古人说一个人聪不聪明 往往用一个通字来衡量 这也是空的衍生意义啊 建筑更是需要空 建筑的价值在于它所能提供的空间的大小 而不在于它用了多少材料 事实上,现代建筑越来越多的启用空心的建筑材料 不仅强度部署石心的材料 而且因为它们质量轻 不仅能够让建筑可以盖得更高更稳 而且还节约成本 仔细想想 每一块砖都好似一个建筑的小小分形 因为砖的里面也是空的啊 延展来看,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也都是空的 无论是肺,心脏,胃肠,还是血管 甚至每个细胞也都是由内部空空如也的原子组成的 而我们这看似空空的五脏六腑 却被设计得甚为精妙 它们吐纳空气,输送血液,推陈初心,循环往复 使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好好的运行 当然,我们别忘了,有无相生 在这三个例子中,无依托于有而存在 要是没有器皿,那么也没有器皿中的空间 当然无法承载东西 轮子中间如果没有轮圈这个有 也没有轮圈中间那个无 如果房屋没有四壁和屋顶 也就没有空间可居住 那么,老子为什么要重点强调无呢? 这是因为有事可见的 我们很难忽视有的存在 甚至大多数时候,我们单单看中这个有形物质存在 而无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好似一个背景 尽管我们天天都在用这个由无所提供的空间 我们却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 就好比音乐中的修纸符 我们很少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显然,修纸符却是不可或缺的 你能想象一段完全没有停顿的旋律吗? 是不是很可怕? 其实,有人认为无声才是最美妙的音乐 巧的是,我们的真我,也就是原神 最是喜欢虚灵明镜 估计这个宣称无声圣有声的人是从他的真我在下判断 老子本章提醒我们,见到有,就要思及无 而具备超越性,整体性思考能力的关键就是拥有辩证思维 遇到什么事物,都能够想到事物都是一体两面 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如果我们能够多注意一下无的存在 我们就可以拥有更超凡脱俗的视野 境界也很可能会随之提高一个层次 亲爱的朋友,这一期的白话文道德经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有什么感想,请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